學生小孩做他很多,就連學校也很用心 將他們的衛造放在學校的環境當中 哪是可以立法學校的環境 也能就此來高齡學生小孩,提醒他們的學習風氣 少爺南宮古少爺老師李冠貴就說 學校都年來一直都很高齡小孩接觸多關的東西 哪是可以高齡運用在創作當中 也能找到學習自己的風景 是一件很難得的機會高齡 走在南宮古少爺的風景 四個都能看到這一百一百的圖 我進一看,全部都是學生他們的創作 南宮古少爺老師李冠貴說 他們的創意太快其實很多也很特別 好好在高齡上也會開放到高齡的風景 讓他們自在的創作 因為我們比較偏鄉嘛 當然就多點刺激好,小孩子的思考空間會多一點 讓他們了解這個狀況以後 對他們真的是 更好的學習、觀察更多 拍導演 為了不能讓人在彼此的食材當中 適合一遍 甚至還可以讓人找到這面靈靈 我很喜歡畫很細 你喜歡畫有很多細節的部分 為什麼 因為這樣感覺 可以訓練自己 因為我平常很粗心 為了要在學校的學生小孩發揮創意 好好押忠他們的衛造掛在後方環境當中 讓他們有信心 大家經過美化校園 也可以讓說 了解說小朋友的話 我們經過這個教育之後 他們的畫作進一步情形 讓他們有比較色彩的變化 看來就很亮眼 那知道這個學校 它就有點像說 拿個布袋系的 喔,在那邊活動這樣 因為我們有推展布袋系的一些活動 推廣學校 是,這樣比較新奇一點 對,對 這用創意來美化校園的方式 讓學生小孩在創造當中 得到信心 也拿身影 正鄉的學習風氣 記者,彈醫委婦人,蔡芳博都